接下来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双方各有三分钟的时间 有请正方二辩先开始 计时开始 谢谢主席 对方朋友 您好 刚才您强调说 孔子是一个文化名人 那我方也发现 其实他在文史则工作方面 是做得很好的 但和爱因斯坦相比 爱因斯坦是一个权才 请问在座的每一位 一个权才做校长 和一个注重文史则 专科研究的人做校长 您方选哪个呢 请问一下权才 不包括人际关系上的经营 爱因斯坦在35岁的时候 他就发起了一个反战团体 叫做新祖国同盟 他是这个团体的发起人 也是管理者 有没有管理的经验 来 对方朋友 爱因斯坦有管理的经验 可是同时他也跟波尔 一口气吵了一二十年的价 对方朋友 您方认为他这个经验很可靠吗 如果我方告诉您 爱因斯坦这些工作 他都应付得来 都有经验 那我方是不是就可以得以论证 错 对方朋友 我方只说爱因斯坦 可能能处理这些杂物 但他在这些杂物上面 不过是终人之资 他的精彩绝艳 只体现在他的科研上面 你看他浪费他的精彩绝艳的部分 去做他终人之资的部分 这不是一种浪费吗 居里夫人科学水平那么高 他做过校长吗 你不能告诉我 因为居里夫人没有做过校长 同样的道理 爱因斯坦就不应该做校长吧 那您方告诉我 这个和孔子相类似的一些 比如说荀子有没有做过校长 科学和校长这个东西 没有直接的关系吗 您方刚才要论证的 不是科学和校长 没有直接关系 科研的重要重要在哪 不仅在你个人的能力 还在于你的国际认可度 对不对 一个得了诺贝尔奖 在人类科学史上 独一无二的人 他对社会能起到多少吸引力 您知道吗 对 来 专门朋友 再问您一个国际影响力的问题 您知不知道法国的孔子 您怎么断言孔子的影响力 就一定要比爱因斯坦差呢 对 我方承认 科学是一种显学 我做一个文科生 文愿拿到资助是很难的 那这个时候 一个爱因斯坦 能够为我们整个学校 拿来资金 文愿因此受惠 您要不要他当校长呢 我们回到本质来说吧 爱因斯坦是著名的科学家 而孔子是有名的教育家 为什么你们认为 当一个校长是一个科学家 会比做的一个教育家 还要拿来更好 双方都在各自的专才领域 有成就 也都是优秀的教育者 并且爱因斯坦的影响力 还比你更大 更容易吸引人才 吸引资金 为什么孔子更适合做 区别在于 孔子是自己带着一个团队 周游于列国 爱因斯坦只是 继续在大学里面 区别在于 孔子需要自己去找 而爱因斯坦可以吸引 钱来找他 人才来找他 在那个本质上的区别 把爱因斯坦的成就 是为自己挣的 可是孔子 他是把时间去栽培学生 我们来大学 是来成就教授 还是来学习的 如果我能以我的个人影响 影响到别人 同样能成就 两者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我方不行 谢谢 自由辩论结束 非常精彩的自由辩论 你来我往 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在自由辩论之后 你们的观点 会否有所改变呢 恭喜返方 支持率由48% 上升到了51% 大家掌声鼓励 不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